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总监 怎么了 我听阿姨说离你的住院了 欢小姐 你开玩笑也要有个分寸吧 怎么能送彤彤那样的东西呢 我 我送什么了 他从美国回来 我送这个不太过分吧 就因为他从美国回来 所以你觉得他比较开放 能够接受那样的礼物吗 你知不知道你吓掉他了 不至于吧 我送个那个就吓掉他了 林嘎 小贵 你怎么样啊 奥利河 我会不会站在你身上 我扮演 彤彤你慢点 我先送孩子回家啊 阿姨 再见 同时谢谢你来看孩子 妈 你那种玩意儿 小叉叉 叉叉 拿着 这 童童怎么样了啊 关小姐 你送给童童那么大只蜘蛛 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有想过后果吗 我 我送给童童蜘蛛 你亲眼看见了吗 我亲眼看见的 这不知道你咋想的 这不知道你咋想的 你 你 我害你女儿有意义吗 下来 又怎么了 你自己看 这什么 这个什么 我送的是真丝内衣好吧 好 就当这是个误会 误会解除了 我可以上班了吧 不可以 误会解除了 说是童童的事 关小姐 你到底是关心童童 还是更关心我跟童童的合同 我这么跟你说吧 童童离开我十年 她好不容易回到我身边 我现在想的 就是怎么把这十年 亏欠她的都还给她 你能明白我的心情吗 能啊 所以我希望在盛誉 踏踏实实地 就这么干下去 工作以外的时间 我就希望陪我女儿 麻烦你 我要上班了 等一下 你说 欣勇的人情怎么还 我欠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 但是不是用工作 除了钱和工作 其他的我不接受 夏凡 你今天必须要回家 穆迪已经问过你很多次了 你怎么回事 瑞扬 我真的是特别需要那笔钱 要不这样吧 你呢 抓紧把钱给我 我抓紧和你离婚 抓紧回去陪儿子 看见你就恶心 干吗去啊 我话没说完呢 我上洗手间 你呢 晚上七点不见不散 难怪着急跟我离婚了 喂 关小姐 我是夏凡 我没养丈夫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我找你想跟你聊聊 你跟我媳妇的事 关小姐跟我有什么事 你装什么傻呀 你狡辩什么呀 你还聊天气了我全看见了 臭表脸 你在说什么呀 我告诉你张红兴 这口气我要是能咽 我他妈就不是男人 你听到了吗 你干吗呀你 干吗呢 喂 别走 你着急跟我离婚 原来找我下家了是吧 下方我告诉你 再胡说 小心我告你诽谤 你告我 你告我 你先去告去 我告诉你 晚上七点钟 不见不散 你们俩人挺甜蜜啊 懒得跟你解释 我告诉你关美扬 事情到了这一步 无论我上哪儿说 理儿都在我这儿 我告诉你 法律上 道德上 我都占有势 你不用逃避 夏凡别跟我在这儿绕 你直接说吧 你想要什么 你要多少钱 两百五十万 送你仨字吧 二百五 来 奶奶看看 找下疼不疼啊 还好吧 还有点 这个小鬼 真是 没算买什么蜘蛛啊 谁知道 可能是关阿姨 觉得我回来碍事了吧 胡说 只要奶奶在 你就是家里最重要的 好 不疼吧 我妈 这这么高干吗 你找什么呢 你还记得吗 你买回来过一本 商务英文的书 放哪儿了 这哪儿记得了 为什么要找啊 童童要 不是 童童整天机里呱啦的 我听不懂 我想把英语啊 再重新捡起来 可以跟他有共同语言 你先下来吧 别找 小心啊 没事 你放哪儿了 早忘了 那个 我觉得吧 童童中文说得挺好的 她就是不愿意说 跟不上别扭的 可不管怎么样 为了孙女啊 我也想把英文啊 再学起来 林凤英女士 活到老学到老 精神可嘉 特词表扬 撒话 别在这儿耍评啊 有正经事问你 关美扬那事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就是个误会 她给童童买了一件 私职睡衣 大概是在路边 让人给 掉包了 还是拿错了吧 怪不得 我就想小关挺斯文的 怎么可能去买一个蜘蛛呢 误会 那刘复铭啊 是她的同班同学 当年为了挖她 就答应 说每年给她百分之四十的提成 还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股权呢 我去找她 喂 那个下午 不好意思啊 实在不好意思 让你见笑了 没事 也好吧 电话里听起来吵得挺激烈 没事没事 这还两口吵架 还涉及到你那儿去了 实在是太 太不好意思了 没事就好了 好吧 那就先这样 等一下 等一下 张总监 我有个事想跟您说 如果是跳草的话 就不用说了吧 不是 不是 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您说 这样吧 这个事情还蛮重要的 我们能见面说吗 行啊 好 那明天我去找您 那就先这样 谢谢 谢谢 这个品牌本身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这个品牌本身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现在我们要去想的就是 怎么样让它的课程更年轻化 吸引年轻人去 老板 杰森好 大家辛苦啊 来得正好 我想来句句话词 你给点意见 不行 你要跟我出来一下 我给你说点事 好 来 怎么了 这件事从我嘴里说出来啊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没人性 什么呀 我刚刚接到了 董事会的郑氏淑海 邀请你离开盛云 不 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搞砸了一个广告单子 具体原因我也不方便说了 但是我只能告诉你 这是咱们董事会 所有理事权衡利弊最后的决定 孟星啊 你就当公司给你放了一个长假 回去好好陪陪彤彤 我相信 以你的能力 在业界找一个 比生意更好的公司 一点问题都没有 得要听我 张总监 下班了 对 我是顺路过来商商你的 你心情不好啊 要不要一起出去聊聊 我开吧 你也不问我回去吗 有什么好问的 心情不好呗 不催我签约了 想签的时候你自然会签啊 你早点想通多好了 张总监 张总监我觉得有的事情 你有必要知道一下 我最近呢 在调查剩余公司的资产情况 调查中间我发现 他们在委托猎头 寻找产品经理和创意总监 三个月内 刘福明先后见了九个人选 但没有找到合适的 就在一周前 他委托我的竞争对手Mark 从美国找了一位 有六年从业经验的创意总监 管小姐我们签约吧 他需要的时候我在 不需要的时候我走 之前算我欠打的 但现在我还清了 张总监我可以告诉你 离开剩余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最近我调查他们资产的时候 发现 刘福明在暗地里做股权变更 所以不久的将来 剩余将会变天 跟我们没关系了 凤凰时代国际广告公司 简称P.A.G. 隶属跨国财团 总部在新加坡 这是他们山洞生总部 您好 欢迎来到P.A.G.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我跟Vick约好了 您是关小姐吧 对 她就在楼上的办公室等您 您直接上去找她就可以了 谢谢 怎么样 要不要我带你参观一下P.A.G. 改设她这儿的氛围 她叫余杰 温丽丽的得力助手 是公司年轻一代代表 标准的90后 在她眼里 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跟余杰说话的是媒介部主管 温丽丽 英文明Lily 这个人年轻 业务能力强 也先很大 她对CEO这个职位 可是垂涎一宿 客服部主管丁长江 英文明Tom 做业务的人 油嘴滑舌 两面三刀 对她 你可要上点心 这个就是你马上要接手的创意部 所以说在公司里 威卡权力最大 接下来就是你 Tom和Lily 她叫Cindy 是CEO得力助手 公司所有的事情 都是由她颁发于各部门的 跟你重点说一下 公司CEO朱桂香 她的英文名叫Victoria 熟了以后叫Vica 她非常介意 别人叫她中文名字 这一点你一定要牢记 为什么 你管为什么 Vica合约马上要到期了 据传她不会再续约 一般来说呢 公司会聘请新的CEO 从业务部门提拔重点人选 所以说你也有这个机制 但公司怎么会让一个 新来的主管当CEO呢 在P.A.G.一切皆有可能 谢谢 谢谢 Cindy 你让Tom和Lily过来一趟 好的 合同条款 我想Oliver应该已经给你看过了吧 关于佣金和安全部分 是我们公司的机密 范本合同里是没有的 你看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就签吧 我们公司的创意部 因为人员调整 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 希望你来了以后 能有所改观 我会努力 Oliver 你的合同我也会跟财务部门说 让他们尽快处理 好啊 谢谢 他们来了 我来介绍一下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MDLily 你好 你好 张宏欣 这是公司的DCASTom 久仰久仰 这位是新来的ECD张宏欣 你的作品我都看过 有高度 有心意 有创意 我是你的粉丝 太客气了 你有英文名吗 英文名字 对啊 在公司我们大家都喜欢 称呼英文名字啊 没有 我没有 既然你是Oliver推荐来的 那你就叫PaiPai 以后你们三个 要精神合作了 PaiPai刚来 有什么问题 你们多帮忙 当然 好 好吧 那今天就这样 辛迪 你带PaiPai去创意部 了解一下情况 好的 汤姆 莉莉 你们先留一下 你 Oliver 那咱们回头再见了 回头见啊 回见 为什么你叫Oliver 我就要叫PaiPai呢 我怎么知道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破败 这是你的助理杰瑞 杰瑞 这是你们部门的新伴侣 您好 我的上官 以后您叫我杰瑞就好 陈洪欣 你好 陈洪欣 你好 好了杰瑞 你带你们的新伴侣 去看看你们创意部吧 好 张总 这边去 这样的广告我不拍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 是根本说的不是这个样子 你们的广告千天一遇 毫无创意 根本投资不出郭芳的困 怎么回事 看这大盘蓝合作 都放在里面闹了 郭芳 是那个郭芳吗 就是他 他跟他那经纪人特别事 为了一起留广告 方案修改世界 回来好像不没人 他下周可就开拍了 那你们有没有 跟广告主沟通清楚啊 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感觉 清楚 清醒 人家说要打着原文情况 那我们就照做吧 你们看啊 小时候 爸爸骑车带我去上学 长大了 我开车送爸爸去兜风 多好 多温馨 多喜欢 这就是你们 沟通十几次的广案 这几个月军中不大将呢 行 张总 我先带您去办公室吧 行 这就是您的办公室吧 我就在旁边的大办公室办公 您电话按一 就能找到我 好的 行 那我先出去了 好 好 拜拜 怎么样啊 还不错吧 还行吧 不好 我能叫你来吗 坡派 维卡让我通知你一下 午休之前呢 把官方的事情解决好 下午有客户 要来咱们这儿谈生意 他不走 对公司形象可不好 好 这个不是我经办的 我就是过来传个话 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亲自跟维卡说吧 好 谢谢 你们先忙着 你干吗 你还真拿电话 这个肯定有人负责 于情于力 我都不应该插手 这明摆日微考考察你一下 新冠上人三把火 这第一把火 你一定要烧起来 郭芳那个臭脾气 我估计这次是新来的创意总监 非得碰你鼻子回不可 也好 给他一顿杀威棒 总比他来了就出风头枪 我觉得这次他没辙 那你去玩玩看着点 有什么事情回来告诉我啊 行 我知道了 各位好 我是PHA新任创意总监 张宏欣 您好 终于来了个管事 能说准话的人了 真是不好意思 子晴的合作 给各位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 更不愉快 冠板堂皇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直接告诉我们解决方案 我们也没时间跟你耗在这儿 但是有一点很明确 这种质量的广告 我们不可能拍 您说得太对了 别说您不接 我们PHA也不会拍 这是最新的广告创意方案 请各位先顾目 由于时间有限 我只是把新广告文案的内容 大致上的方向 关键词写在上面 各位先顾目一下 郭小姐 我瞒您说 我是您的粉丝 我记得您曾经 在某一档 《谈话剑》栏目里面说过 您最爱的一篇文章 是朱自清的背影 每一次读到 都会想起您的父亲 爸爸总是骑着自行车 送您上下学 长大以后 您到北京念书 每一次回家 爸爸还出了骑着自行车 到火车站接您 这一次我们广告文案的内容 就是源自于您的这段清真经历 爸爸坐在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上 在总是会经过的 那个小外婆们够等 再回家的路上 经过一条又一条熟悉的街道 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 但是你发现 爸爸的背影不再那么挺拔 他甚至有点残傲 最后是我们的广告词 家是心中永远的方向 您觉得怎么样 这个创意突出了 这个广告的主角汽车 在打了情怀牌的同时 也承载了我儿时的回忆 玛丽姐 这个广告我接了 那这个广告 南岸原定计划时间拍吗 玛丽姐 这个广告对我的意义特殊 所以我们可以等 那么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所以你们中午都在这儿吃是吗 这里是公司中高层的幼团区 我们这些小职员 哪有这么好的待遇呢 丁总 丁总 来吧 这么巧 走走走 我是应该叫您丁总 还是叫您汤姆比较好啊 什么都行啊 我实在叫不惯这些英文名字 就是 我也特烦这个 你叫我老丁吗 我叫你红星 行行行行 这样比较亲切 就是你快别客气 快坐呀 好好好 这是自助还是点餐 都可以 看看 早中午晚下午茶 宵夜公司全包 马萨 我 我呢 你随意 萧总 我去拿饭啊 马萨 你吃我这个 这个好吃 你自己吃吧 你尝尝 你尝尝 我们部门这新老板怎么样 是不是特厉害 我说上官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可别忘了 你好像是上任老板请来的助理啊 我要是新官啊 我要是新官啊 我上任第一把火呢 就是把你给换了 莉莉姐 那个张鸿星和丁长江在下面 两个人讲的没飞色舞 到现在还在那儿嘀咕呢 他行动倒真是快呀 你是不是也应该有些行动啊 你看那个汤姆老奸俱滑的 抛牌又刚来 肯定会被他拉过去啊 哪烧哪了啊 贝卡的合同要到期了 而且这可靠的消息说 他不准备续约 所以现在有野心的人 就开始蠢蠢欲动 表面上看是很平静 和和气气的 一切都好 但是都在底下石板子 下套子 你真得小心 要不是种这儿啊 那你说的我头皮都发麻了 感觉就对了 不 你放心 有我 我在 我照你 哪儿射过箭 我提醒你 谢谢 那我就放心多了 不过说实话 我呢一直都喜欢搞创意 我也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你不害人 但人就不害你了 是吗 我跟你说一个啊 没借步的 温利八个字高度概括的 八个字 貌似蛇险 心如蛇险 那他不就是蛇险吗 这万一他们要是勾搭在一起 维卡肯定会知道 他可是最讨厌 下面的人搞捧档了 但维卡马上就要走了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维卡和董事会的人关系非常好 就算他不续约 董事会的人也会让他推荐 合适的接班人选 所以他的建议和评价是非常重要 当下搞定维卡才是最最重要的 好 支票开好了啊 下周赶紧把离婚办了 好嘞 下周我找个黄道吉日 咱们把手续办了 你到时候别反悔啊 我你还不了解啊 我这人说话一言九鼎 别废话了啊 钱拿完了下周赶紧办离婚 你这人吧 就特别无趣 特别不幽默 行了 我先走了啊 你干吗去啊 我今天约了人了 再说你是临时 让我过来拿钱的 下凡你是不是就扔钱 他是不是你儿子 你是不是孩子亲爹啊 那下次下次好吗 下次我不上好不好 再见 下凡你下凡 来 干吗 走了 出门 现在呀 对啊 干 干吗去 去老地方 这也就是你说的好地方呀 这不好吗 方特游乐场是网络上面排行第一名 小孩最喜欢去的地方 无聊 那也好玩 那个 那个我玩不了 我恐高 干吗 钱 你自个儿去啊 能行吗 我肯定 再见 我在这儿等你啊 好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喂 彤彤 你还在玩吗 我在 你不会还在房头呢吧 你在家 我不是说我在原地等你吗 我忘了 你怎么会突然就跑回家了 你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啊 我在美国都这样啊 不 你在美国你走了 你也跟朋友打个招呼不是吗 我在美国的时候 朋友之间就是这样的 各自玩各自的 玩嗨的就可以走了 你不会还没玩嗨的啊 快点回家啊 挂 喂 我去 你害了 我 我的屁股都麻了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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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妈妈跟你玩好不好 妈妈打枪很厉害啊 不好 我找我爸爸 妈妈打得也很好的 别人都是爸爸打 为什么你觉得我是妈妈打呀 儿子你相信妈妈 妈妈打得肯定比爸爸好 不行 好吗 那叔叔代替妈妈跟你玩行吗 妈妈他是谁啊 他是 妈妈和爸爸的好朋友 是爸爸派他来的 对 你爸爸特别不容易 工作之余呢 拜托我来看看你们 不 我不要玩 我和爸爸有个约定 这只属于我和爸爸的游戏 谁都不会代替 你说得太对了 射击确实是男人的游戏 那我现在问你 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你只有接受我的挑战 才能证明你是个男子汉 好 好 是个爷们儿 来 大哥还是吗 我的 我也打到 我也打到 挺厉害的 挺厉害的 怎么样 今儿开心吗 开心 想不想更开心一点 想啊 扑克牌 看我给你变个魔术吧 行啊 它是一副很普通的扑克牌 什么花色都有对吧 嗯 行 你现在给抽一张 这个吧 不要让我看见啊 抽好了 看好啊 不能让我看到哦 说停我就停 停 停 确定是这个 嗯 再让你确定一次 是这个吗 是 确定 好的 刚刚那个牌上面 有你的味道 是不是这个 真的 你太神了 是吧 你怎么变出来张叔叔 告诉我呗 那怎么能告诉你 今天谢谢你啊 我儿子特别开心 你太客气了 我也没问你 怎么今天你一个人啊 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我是跟童童一块去的 结果她先走了 放我鸽子 不过我也常常一个人到处前晃 就当作是寻找创意吧 你今天一个人带着木迪 那个 你跟你先生 他出差了 张总监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好爸爸 我不是 但我很努力 我希望 或许有一天我可以使 你 你知道我每天回家的时候 心情像就好像进了战场一样 一方面要提防我妈妈 另一方面还要努力跟童童沟通 所以你这是和你的战斗吗 你这战可抛打 时间晚了 你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好 谢谢 谢谢你 拜拜 妈 你还没睡啊 我都看到了 你看到什么了 你和小关 发人体迅速啊 就是朋友 妈 我都已经成年很久很久了 你能不能有点个人自由 个人自由当然有啊 可妈也有知情权嘛 我跟她没有你想的那层关系 就是朋友在那儿聊会儿天 我都看见了 别蒙我了 你们俩聊了好一会儿呢 您真的想多了 人家有家庭有老公了 小 小关 有老公有家庭的 对啊 我跟你说啊 妈这辈子为人失表 你 你要是做了第三者 破坏人家家庭 我 我可丢不信这人啊 我怎么突然就成了第三者了 我 这个问题咱们没法继续了 童童睡了没有 童童睡了 你 你别转移话题 说你的问题呢 你跟我说清楚 没法聊这个 我都成了第三者了 这还聊什么呀 你跟小关的事啊 鞠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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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 您招续了 这是谁情嫌 握енный了 穿上个问题 你发现什么事情 该不是才他 他们挑回到想 你开警师 我的机会 这样子吧 你先让他们别走 对了 然后去一下超市 我一会儿发微信告诉你买什么 好 一闻味就知道是我美人 你怎么来了 我今儿可没空陪你啊 睡得够香的 我听说你要到商业院去 那个交演MBA了 我就想呢 要不要过来递个投名状 有没有可以列的头 来来来 过来拿吃了 来 快 冻啊 冻啊 别打人傻愣的了 快点 拿吃的 我来来来 来 切过 来来来 待会儿过来 边吃边聊 对 喝了这个 才好展开头脑红包 蹦出灵感 怎么了 不是零食 减肥 还是你们都在顾虑 觉得 这一朝天子一朝臣的 新老板来了 肯定会走马换将 说不定就把你们都吵了 来来来 我说了 边吃边聊 来来来 来 搬下去 卷毛失态 我现在接了一个工作 为了做好售后服务 才能拿到全部的佣金 你这都不帮我 太不够姐们意思了 对啊 对啊 这些年你挖走那么多人 也没见你对谁这么上心啊 你是不是猎头 猎得看上别人了 别胡说八道 我跟你说个正经的事啊 你这天天的接触精英 你是不是该替你自己 学没学没了 你放心 我要是找到合适的 肯定领过来让你看看 顺便也给你找一找 好吧 不用 你就给你自己找吧 找完了先给我领来 我给他做个心理学测试 万一有什么毛病 把你给骗了 得了啊 不跟你说了 我这儿到时间上课了 你现在就去啊 对 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去 在俩路上聊 不去 你帮我想想啊 我裂的头 不管